今天換一個個筆筷 那等一下呢 我小小小 有個老師在那邊想這些小工而已 一間二段都拿一間幾個 一間要做什麼 啊 又要台語 又要通 又要上前線 又要做什麼 不想陶芯 那我怎麽出 你看得懂 老朋友,早安 早,早安 欸,怎麼長得很小? hugely 小朋友早,今天是 今天是3月19號星期五 有沒有小朋友有在企鵝班走完發現這個圖案 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這個筆頭喔 好 很多小朋友都有看過喔 走到下 那有人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圖案嗎 來 小朋友家健康 好 手放 來 請坐下 好 手放膝蓋喔 好 剛剛有小朋友說他知道這個橘色的圖案是什麼意思 我們請他來說說看 要戴口罩 那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因為有病菌 因為有病菌所以要戴口罩 還有呢 為什麼要小朋友跟大人都要戴口罩呢 請搜搜看 因為 因為現在很多病毒 有很多病毒 還有呢 我們戴口罩是要保護身體的哪一個器官 對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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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吸吸 鼻子 要保護哪一個器官 喔 要保護鼻子 喔 要保護鼻子 那 保護鼻子呢 是 會有空氣進去 所以要戴口罩 那我們來看看喔 好 謝謝小平老師 這是呢 呃 悠悠老師每天早上的時候會在企鵝班的圍牆外面放一個海報 那這海報上面呢 會有 這是什麼顏色 對 黃色的臉 跟綠色的臉 還有一個 橘色的臉 跟一個紅色的臉喔 好 還有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紫色的臉 紫色的臉跟黃色的臉 他臉上有什麼差別 有一個有戴口罩 好 我有聽到 有小朋友說 紫色的臉有戴口罩 而且他已經流眼淚了 他在哭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哭呢 對 很難的 對 就是 很好 小朋友都很聰明喔 好 剛剛 悠悠老師有聽到小朋友說 因為呢 空氣不好 空氣有毒 所以呢 我們這個紫色的臉啊 他就已經哭了 因為空氣實在太糟糕了 那如果吸到這樣的空氣的時候呢 代表對身體不好 所以如果你們在企鵝班的圍牆 看到紫色的臉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做什麼事保護自己 戴口罩 還有可以出來玩嗎 不行喔 一定要在教室 或是室內有屋頂的地方 是紫色的圖案的意思 好 接下來 顏色的第二個危險的空氣就是 紅燈 紅色的顏色的圖案 代表的是 不用要戴口罩 而且它下面寫的是 不良 代表是 空氣不好 紅燈的時候 小朋友也不可以出來 記得喔 如果你在哪一班的文牆看到 紅燈可不可以出來玩 是在哪一班 企鵝班還是 還是孔雀班的圍牆 對 所以早上來的時候 看到企鵝班的圍牆 有一個紅色的燈 可不可以出來玩 不行 因為它代表的是 空氣也是不好 對我們的身體有影響有毒了 再來呢 第三種 空氣不好的程度就是 橘燈 橘燈呢 就是對 所有的小朋友 也是 比較 沒有影響 可是呢 對如果你有過敏的體質 常常早上啊 會哈啾哈啾 一直在包餛飩的 這個就是 有過敏的體質 也是要減少出來 橘燈的時候 就是要減少出來活動 然後 但是所有的小朋友呢 都要記得戴什麼 口罩 才不會吸到不好的空氣 再來一個就是 比較好了 它是什麼顏色的燈 對 黃燈 黃燈呢 就代表空氣是普通 還可以 還不錯喔 這時候大家就可以出來玩 如果是看到了 什麼燈 綠燈 綠燈就是空氣 非常的好 還是不好 很好喔 為什麼是很好 因為它的笑 對 因為空氣很好 所以可以放心的出來玩 所以它的笑 這個就是空氣非常好 非常好的意思 好 小朋友記得 每天早上要看 氣兒幫外面的 空氣品質海報喔 謝謝小朋友 今天 對 今天星期五是 這是什麼燈 橘燈 來一起說 橘燈 那請問 橘燈的時候 要不要戴口罩 很棒 給自己拍拍手喔 那我們就 把這個 接下來的活動 交給小平老師 用小朋友 請你們拍拍手 歡迎小平老師